日本农业到底有多发达 农业生产权用农机 农民干活轻松高效 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经过短短7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不仅成为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同时还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农业发达国家 日本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发达国家 得益于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到 耕地资源这个短板 日本的耕地既没有欧美农业 发达国家的耕地大 也没有他们的平坦 日本的耕地70%都是山地和丘陵 因此他们只能从自身去补齐短板 日本的每一寸耕地都实行精耕细作 用科技的方法去种田 尽量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日本农民种田 几乎所有的环节都用上了农机 而且他们的农机不像欧美国家的大型农机 而是适合山地和丘陵的微型农机 即使是老年人也能轻松操作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日本农民 用微型农机耕种的场面 见识一下他们干农活的快乐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在我国的山区 收割水稻还存在不少的纯手工收割 因为很多稻田很小 根本进不去大型收割机 但是在日本 他们为了实现山区小块稻田 也能实现机器收割 他们研究制造了这款手推式的收割机 它不仅能够实现打捆 还能够实现无人收割 几乎所有的小块田都能够使用 不过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能实现稻谷脱利 所以水稻割倒后 还得用微型脱利机完成稻谷脱利 但这个脱利过程用机器 还是十分轻松的 水稻收割用到微型收割机 日本农民种菜用到的 同样是微型种菜机 他们设计的种菜机 虽然不是全自动的 但比人工种植还是要轻松很多 只需将培育好的秧苗搬到种菜机上 工作的时候 手工将秧苗放入到上面旋转的秧苗盘里 秧苗会自动掉落下去 然后被机械爪子抓住 接着稳稳当当地将其插入到泥土里 用种菜机种菜能够很好的保证间距 同时栽种效率也比较高 关键这样的机器 即使是老人也能轻松驾驭 种下去的庄稼 需要进行松脱施肥 这个环节是不可缺少的 不过不需要人工拿锄头去干 因为它们有微型中耕机帮忙 中耕机不仅能松脱 还能施肥 一举两得 看着中耕后的效果 地里的草被除掉得干干净净 泥土也通透了很多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病虫害 所以还是少不了需要喷洒农药 当然还是用机器喷洒 而且喷洒效率相当高 种菜用机器 收菜同样用机器 这是一台包菜收割机 在人工的配合下 能完成收割和分剪 机器设计得非常巧妙 前方有一个旋转的切割刀 它负责将包菜从根部切断 切断的包菜被一个锅链夹注传送到分剪台 在这里包菜的一些烂叶子被包掉 同时将不同大小的包菜装在不同的框里 在田间地头就完成了初级筛选 日本的蔬菜收割几乎都是这种在田间完成初选的模式 上面讲到的只是日本农业生产中的一小部分 但管中亏爆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日本农民干农活很轻松 全部用微型农机 所以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很高 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即使农田是山地或者丘陵类型 一样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耕种 相比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 与日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如果能证实这些问题 我们的农业机械化要不要多久就能完全实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